HELLO 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又要來介紹我的Procreate近期愛用筆刷 今天要介紹的四款筆刷 都是Procreate的內建筆刷不需要再另外付費購買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進入主題吧! 今天第一個要介紹的筆刷是這個The Winter 它是在素描的分類裡面 我最近有很多作品的線稿都是用The Winter來完成的 那我覺得The Winter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當你比直著拿跟斜著拿的時候畫出來的效果差異非常的大 直著畫的時候是有點像自動鉛筆 斜著畫的時候會有點像粉彩或是碳筆的感覺 那我通常會是用直筆的方式畫好線稿之後 在一些黑色的部分像是頭髮或是身上有一些黑色的衣服 就可以直接用側筆的方式先初步的上一個顏色 那後續在上筆色的時候呢速度就會快很多 可以像這樣子先直筆快速的構出輪廓線之後呢 我們現在換斜著拿 在頭髮的部分直接幫它畫出顏色 最後再換回直筆的方式加強一下髮絲的線條 然後這樣子光使用一個筆刷就可以完成一個層次滿豐富的小插圖了 第二個要介紹的筆刷是水芯 它的分類是在琢磨這邊 那水芯我也很常用來畫線稿 我覺得水芯這個筆刷它的邊緣是一個非常自然的手繪質感 那它原始的設定呢就是你輕輕的畫跟大力的畫 就會有蠻大的粗細變化 不用再一直調整筆刷的大小就可以畫出一個粗細變化蠻豐富的線條 因為它就算是小小粒的畫的時候 在可以保有手繪質感的情況下 又不會讓線條有太多的空隙 例如另外一個我也很常拿來畫線稿的是這個乾油膜 這邊就可以看出來它在小粒畫的時候 線條裡面是有蠻多空隙的 那這樣的差別是什麼呢 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一個快速上色的方法 就是用參照來上色 那當我用水芯的時候 我可以像這樣子把主要的輪廓大力一點的畫出比較粗的線條 那一些要區分顏色的地方呢 就輕輕的用細細的線把它畫出線條來 像這樣子就可以用參照的方式來快速上色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上色的筆刷 那第一個要分享的是這個水粉畫 它原始的分類在哪裡我已經有點忘記了 因為我是從剛買Procreate的時候 就很喜歡用這個筆刷 所以在很早期就已經把它移到我常用的分類裡面 那水粉畫它的特色呢 就是帶有半透明的效果 我覺得還蠻接近水彩的質感 那可能沒有像我上一支影片介紹的 另外付費購買那個水彩筆刷這麼的逼真 但是以內建的筆刷來說 我覺得它是最接近手繪質感效果的一個筆刷 那這種自帶半透明效果 然後邊緣又很柔和的筆刷呢 在上色的時候就可以比較隨意一點 就是邊緣有稍微一點點突出去 或是沒有突滿的話 其實也不會很奇怪 真的突出去太多的地方 我還是稍微修飾一下 那我最近很常在用Procreate畫的動畫 那動畫一次都要畫很多張圖 所以在上色的時候 如果可以不用非常小心的去對齊線稿的邊緣的話 這樣子畫動畫的效果會快很多 而且這個半透明的效果呢 就是你可以不用一直去調整這邊透明度的設定 你可以光靠你的下筆的力道去決定色彩的濃淡 或是用這種一層一層疊上去的方式 去做出你要的濃淡效果 像這樣就有一個很自然的漸層效果出來了 我覺得用這個方式來畫曬紅效果非常的可愛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筆刷是這個柔和粉彩 它的分類是在素描這邊 那柔和粉彩呢 我很喜歡用它來搭配像是德溫特這種 鉛筆效果的線稿 但是畫出來就會覺得這張圖很像是用色鉛筆 手繪出來的感覺 而且柔和粉彩跟剛才的水粉畫有一些類似的特色 就是它也都是帶有一點點半透明的效果 你可以靠你的力道去讓它的濃度加深 以及邊緣很柔和的這個特色呢 一樣就是在你上色的時候 不用很刻意的去對準邊緣的線稿 甚至像這樣子讓邊緣有一點淡淡的 就會覺得好像是有光從這邊照過來的感覺 那在陰影的部分再用力一點去加強一下 而且我覺得它在變換顏色疊加上去的時候 融合的效果還蠻好的 就是不用再另外用塗抹 或是再用其他的方式去把色塊之間融合在一起 畫起來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以上就是今天的Procreate筆刷分享 大家趕快拿起你的iPad來試試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